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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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交同行 股票要赢 各位朋友 大家 早安 午安 大家好 因為現在是時間的早上 各位您在看 我們這個單元可能已經是中午了 現在是早上的9點23分 加減指數報價13756 下跌0.5個百分點 整體上為什麼台股在早上剛開盤 其實表現不差 包括台子期一度往上漲 而接下來就在剛剛 它就非常迅速的直線下滑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我的看法是第一個 市場特別在昨天出現台股 感覺上要反轉了 所以大部分的一些業者 大家的看法這裡要反彈了 我也抱持著相同 我個人也是這麼看 但是就我們的標題你要等 凡事都要等 就是證券市場不是快就好 而是要等 而是你要很篤定確定訊號出現了 什麼叫訊號出現 就是說在訊號沒有正式出現之前 不見兔子不撒嬰不然每天一直買也不是個辦法 如果一直跌一直跌你認為它要展對不對 結果有反彈結果沒有反彈 砰 又下去了 買了砰 又下去了 這不對要等 我舉個例子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是到今天早上 到今天早上 OK VIX波動率指數的走勢圖 那麼什麼叫等訊號 就是你要看到VIX往下跌 因為它看起來好像往下跌不對 它要跌破重要的關卡 這個關卡有被跌破 那你對股市你要積極樂觀 可是沒有跌破之前縱使 我們知道台股跌的過升隨時會有反撲 可是你要等你不能太衝動 你太衝動 那個你會覺得壓力很大 我們來看為什麼 舉例各位請看 最簡單的辦法 最簡單最有效這樣就夠了 不需要把自己搞得很複雜 波動率指數怎麼去研判 它的訊號在哪裡 你就把最大的交易量 那個點把它抓出來 OK 最大交易量發生在9月23號在這裡 最大交易量產生的交易價格 它一定會得出一條未來的警線 就是你看不到的 可是未來一定會在這裡形成警線 警線就是支撐或者是壓力線 商品價格在這個點 這個支撐線之上 它形成一條支撐線 支下它就叫壓力 所以你看看最大量所產生的價格 你在這裡畫一條線 你會發現到它是不是上去下來一定停這裡 上去下來一定在這裡 上去下來一定在這裡 那什麼叫等訊號 你要做多的你就要等什麼 等它破29.85 你要等你破 比方說我們看到昨天晚上的美股 咱 咱美國股市在剛開盤表現都不差 四大指數表現都不差 可是到收盤又不怎麼樣 那為什麼 你就看 因為它沒有辦法跌破29.85 它沒辦法破了 它沒破之前代表說你就先關我 你就不要急 OK 那現在怎麼辦 一樣沒有辦法 第一個先看第一個領先指標 我們講先行指標 先看MIX 它能不能破29.85 不能破那你就不能太樂觀 這叫一 第二個 就要看公債殖利率 公債殖利率有這麼多 一個月的 兩個月的 三個月的 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全市場大家只盯著一個叫十年期 那我們要知道市場 全世界不是指台灣 全世界大家的看法 大家的看法都盯著十年期 那我們就跟著看十年期 十年期怎麼看 各位你就用眼睛看吧 9月14、15、16 接下來星期一是19、20、21、22、23 再來這個禮拜的星期一是26 昨天是27 你看殖利率 殖利率是不是從3.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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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快4了 現在是不是3.97 這不是3.97 就是說 第一個因為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持續上揚 你說公債殖利率持續上揚 對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各位請看 利率和價格是反向的 是反向的 比方說這個是利率 利率往下跌 公債的價格就會上漲 OK 利率一直跌 債券的價格就一直漲 沒有錯吧 OK 再來呢 當利率上揚 這個價格是往下跌 沒問題吧 沒問題吧 現在就是要做一個最壞打算 你看這裡 利率是不是跌破價格 這個有一點難 算了你聽 沒辦法了解就算了 價格往上走 但是利率是破的 接下來這個利率 利率就破底 它是破底 它是破底 但是現在呢 現在是利率上穿價格 那怎麼辦 你說這個利率 殖利率會不會再上漲 那你就要從價格去做判斷 什麼事啊 不然你看不出來 我舉例 10年起公債殖利率 我們剛剛提到 是不是衝到3.97 那接下來明天 後天 甚至於到下個禮拜 會不會到4.5 就是這樣 對不對 還是說它會掉下來3.5 你不能用猜的 等訊號出現 訊號怎麼看 訊號就這麼看 我們把10年期的 美國公債抓出來看 記住 你就把價格 不是叫 你把交易量 就是去買賣 這個10年期公債的 跟它的價格的變化 你做個比對 那一看就知道了 就這樣子 那你就把它抓出來 要等訊號 現在在111.1 就現在即時的價格 那你要它最起碼 要能夠佔回113.1 這個價格能夠回到113.1 那利率 公債支利率就一定往下殺盤 它就往下盪 可是你沒有辦法佔回113.1 代表利率短期間掉不下來 壓不下來 那我們再看 這裡就關鍵了 因為在上個禮拜 我們提過美國的空單暴增 不管是一般的閃戶 一般的投資人 或專業投資機構 竟然全面進場做空 利用選擇權 利用衍生性交易商品 在國際股市 在美股全部佈空 那就是在於高盛降幅下降 我們用標普的目標 看到3600 我們來看 標普昨天收盤小跌 收在3647 那它會不會跌破3600 還是說標普會漲呢 這就是一個關鍵 我們來看 你就把兩個交易量抓出來 一個在6月17 一個在9月16 最大量 最大量今年以來 好 那你先看6月17這裡 這裡會形成一道支撐 叫3674 好 等訊號出現 要看到美股反撲 你最起碼 你這個SP500 要站回3674 對啦 你不起來3674 就是說國際股市還沒走運 你說那到底該怎麼辦 那像以今天為例該怎麼看 舉例各位請看 預算金控 像這種個股 你都要準備 這都要準備等待訊號出現 為什麼 第一個 付PS 跌到-49.4 我現在要講的 稍待講的個股 都是台灣50成分股 OK 因為上市櫃加起來1000多加 我們這個時間講不完 所以我從台灣50成分股裡面 跌到接近-50的 或者是破-50回來-50的 我們來看 金融股裡面 台灣50成分股裡面 一個叫預算金控 預算金控已經跌到 幾乎要-50的 那這有什麼意義呢 也就是它跌到-50 它會怎麼樣 它就會漲 沒有怎麼樣 你覺得是買這裡好 買這裡 買這裡 買這個點 或者是買這裡最好 你說當然買那個最低點 那不就好了 那要賣哪裡呢 當然是賣這裡最好 賣這個點 這裡 這裡 這裡就放空了 這裡有什麼這是正50 那現在-49.4 這預算金控 我們來看下一檔 台灣50成分股裡面 另外一檔金融股叫兆豐金控 目前跌到-47.25 也接近了 你要等喔 等它-50 OK 就如同突破-50 回來-50 這裡 你是不是在這裡放空兆豐金 在這裡買進兆豐金 那這裡已經快到了 你要等啊 等訊號出現 不要急 台新金-48 47.97就算到48好了 OK 中信金-57 小明你又說啊 跌破-50 對 我們剛剛不講了嗎 突破正50 回來正50 請問是應該在左邊空還是右邊空 你當然空右邊啊 那突破正50 你不應該在這裡空啊 你空上面又漲了這一段 你等它突破了 它是不是一定會掉回來正50 等它掉回來正50 你不是空在這裡 那你一空它就開始跌了 那不是很輕鬆 那現在呢 這是台新金嘛 這是中信金 它就已經跌破-50了 你就等 等它回來-50 那不是抄襲大買點嗎 OK 所以我幫大家做個整理 除了 這是台灣50成分股裡面 50成分股就50基嘛 這50基裡面 跌到接近-50的 或者是跌破-50又回來-50的 裡面只有一檔 就是中華電腦 OK 那打紅星星的就是說 今年1到8月份 營收年增率是創歷史新高的 OK 跟各位做個分享 歡迎各位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好友 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 未來的每一天 哇 台北高市就100點 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和家平安 謝謝你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做到